由出生到一周歲這段階段 BB是需要父母和照顧他的人保持很緊密的關係 畢竟這些人都是負責為他吃東西和他洗澡 要確保小朋友任何時間都有安全和得到妥善的照顧 同時一個人腦部發展最活躍的階段就是出生之後的一千人 所以BB是需要我們花很多心機在他們身上 還有給他們很多機會玩 由出生到六個月大,BB會微笑,牙牙學雨 甚至會哭去吸引你的注意力 所以你要多抱一下他們,給他們多關懷和安全感 到了六至十一個月大,BB就喜歡經常黏著你 尤其是當他們覺得不安全或者受到害怕的時候 由十二個月大開始,大部分的BB應該會開始學會走路 講說話,甚至會探索身邊所有的事情 一至兩歲的小朋友就好像一個充滿好奇心的探險家 他們會開始學習新單詞句,用句子說話 同一時間都會非常喜歡學習新的時問 這個時候你要記住,給他們每一個嘗試新發現 來多點讚他們 從此之外,這個階段的小朋友 不喜歡當失怒,不喜歡跟人分享 或者去排隊做任何事 你可以趁著這些機會,開始教他們怎樣去重庸面對 在這些時候,他們可能用一些很氣劇性的方法表達情緒 例如尖叫,滑地這樣 但有你的幫助,他們很快就會學會怎樣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了解多點關於兒童發展的資訊 就可以幫助你認識到小朋友在不同年齡階段會有的行為 謝謝